好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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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平时留言最多的就是讲讲翡翠知识 翡翠知识每天都在讲 其实大家没注意在切的环节的过程中 介绍石头的过程中 我都在讲翡翠知识 大家注意看啊 如果你注意学 基本上都学会了啊 今天我们一起切四个石头啊 看看 学习 大家注意看 什么皮壳 什么敞口 这个是黑石头啊 打灯基本上没有表现啊 如果能打到灯 它价格就很高了 这个价格不高 百数啊 这个是接堆的啊 我们打灯看看 这种敞口内化了就是宝贝 不内化就是砖头 风险很大 这个也是黑石头 打灯基本上没有表现了 大家注意看 切一刀 这个也是黑石头 切一刀 大家注意看它的皮壳 每一块皮壳粗细 还有它的沙的走向是不一样的啊 你们注意观察 切出来是什么样子 表现都是一般的石头啊 好 开 哦 这个什么鬼 垮了 这个救星完了 救护车 希望这个能切好第二个了啊 好吧 开 哦 这个 黄啊 黄啊 黄 这个也不对 等于说垮了 这个 好 开 第三个 哦 第三个好看 肉不错 但是也是一般 肉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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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切一刀看看啊 现在看不错了啊 好 开 哦 掉了 这个纯正的 没有水头了 砖头了 什么鬼 我在哪里 我是谁 不行 垮了 所以石头是风险特别高的啊 大家要注意的 包用我头像 主动加你 主动私信你的都是骗子